这是京城里一处比较隐蔽的高档酒楼 两个贵族少爷在这里酒性震撼 突然身边一名中年男子路过 浮动一声就跪了下来 两个贵族少爷脸色顿时异常难看 不久一对官兵接走了这两个人 没错 这就是威福的同志皇帝和他的堂哥贝勒宰臣 皇上就这么旷客 先生们也都没有办法 而且这亲政以后更没人敢管了 其实好多人都明白 身为旧物之尊的同志皇帝 为什么冷落后宫的家里去外面私混呢 这还是跟他的亲妈慈禧有关 这天刚吃过晚饭 京师房太监又端来了一个小盘子 上面摆满了后妃的绿头牌子 可眼前这位二十岁不到血迹方刚的皇帝 只是动了一个牌子 然后又把手收回去了 听皇上小识地嘀咕过 说他们几个牌子我谁都懂了 哪个我都不认为 皇上又一个人睡了 这太后着急啊 这什么时候才能抱上孙子呀 这可怎么行啊 可是他心里清楚 他没办法 这是皇上啊 跟他怂气呢 慈禧太后看着皇上动过的一个牌子 一股无名的一股层肯就起来了 都是因为这个女人 原来皇上动过的牌子上面写着 皇后 这就奇怪了 这皇后可是她正儿八经 取进门的儿媳妇 自己画的是内门的火 千不该万不该 皇上劫持了公亲王的儿子 贝勒宰成这个败家子 别看长得人不狗样 还比皇上大少 那可是花街柳巷的常客 风月场上的老手 在唐哥间损友的窜逗下 同志皇帝的心早就飞到紫禁城外面去了 而慈禧对皇帝喜欢的皇后不待见 更让母子俩革新了